美国郊区的家庭住宅 被用来种植黑市大麻 令执法部门头痛不已 而加州的非法大麻种植 几乎不会受到刑事的处罚 而警方认为 来自中国的犯罪团伙 则主导了这类大麻屋犯罪活动 陈硕佳的报道 在这个旧金山附近的郊区 就有这类中国犯罪团伙 他们在三个不同的独立屋 种植黑市大麻 警员终于破开这个独立屋后 一个大麻农场映入眼帘 这个房子内部被完全改造过 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都被用来种植大麻 房内有预描区的设置 窗户被木板封住 以便控制光线 大型通风系统正在全力运作 这是为灯和风扇供电的 复杂电器装置 墙壁和天花板上可以看到霉菌生长 浇灌大麻的水流入零食排水沟 每一个房间都种满了大麻 调查人员表示 查获的非法大麻价值超过100万元 这些非法大麻是由无证种植者 在不安全的情况下 使用化学物质种植的 而这些焦虚的大麻屋中 在墙壁和门上都贴上了中文的操作说明 在捣毁当麻屋行动过去了两个月后 其中一栋房屋重新上市 这个房屋被重新改造的干净整洁 标价比原主买房时支付的价格还高出20万元 尽管合法大麻产业不断成长 但大多数大麻仍是由黑市提供的 加州生产全国约40%的大麻 这里种植的大部分大麻会运往全国各地 售价远比合法大麻便宜 加州法律规定 在大多数情况下 非法种植大麻只是一种轻罪 这种非法大麻屋的情况 不仅发生在加州 尽管这类大麻屋的出现 经济优因更多 但免疫州枪议员Susan Collins 针对这个与中国有关的犯罪 表示了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为何中国有关的犯罪 在美国购买这些家 并肯定在他们的犯罪 并肯定在他们的犯罪 在加州执法人员突击搜查大麻屋时 有一栋房屋的业主是奥克兰警员Susan Liu 执法部门表示 刘警员的房子里有80磅非法大麻的边角料 藏在成堆的垃圾袋中 这个房子被大规模改造 使其适合耕种 而且内部有加固果 奥克兰警察局正在与外部执法部门合作调查 警方也在房屋遭到收查的当天 安排刘警员行政休假 26台记者陈说家报道